昨晚跟余洋未講,我都說前晚睡不著 因為昨晚是余洋未來的 是因為這個 美國Dow Jones跌到6600點 這個是跌破13年 6500多 是13年,跌回13年前的指數 在二十世紀只出現了兩次 一次是1974年,一次是1932年 今次金融海嘯是說 新京白戰的人都死,因為從來沒見過這麼嚴重 它為什麼這麼嚴重呢? 就是美國Dow Jones跌超 就是和Standard and Poo 跌多於一半的 機會在戰後是未曾發生過的 到現在跌了55% 一般來說,新興市場就會跌得更多 新興市場是因為有一段時期 一人不習慣投資,就是炒得很高 例如香港1972年 是炒到百多倍B2 而是被那些熱錢推高 於是那些熱錢一走 那個泡沫爆破的時候 就可以跌剩十幾二十個巴仙 但是成熟市場是不會的 美國跌四成就很多了 但是今次美國已經跌到55% 依然是見不到底的 依然是美國的股市是見不到底的 這些技術上的走勢,圖表等等 曾生比我還熟,他每天摸著十幾個小時 他炒其子的,我又不炒其子 所以我今天找他來和大家說一下 他覺得市場是怎樣 你講的 慘不慘其子,你講一件事 最重要是想想一下基礎 即是他現在… 近一點 13年呢 不,13年呢 美國是沒有跌過的 那所以呢 我想 今次比西頭更糟糕 比74年 就沒有1934年那麼大 1934年跌穿了12年之後 他再跌多3% 跌到有刀鐘那天開始 這個位置 即是1900年 不像1897年 我現在不記得了 1897年跌到1934年 跌到1934年 嚇死了嚇病 是周街黑衣的 你現在說像不像 像不像周街黑衣 會不會周街黑衣呢 當年就是這樣 所以現在有一些公仔 在Wall Street 其實是一個蚊子 那些黑衣來的 現在我想似乎不像 但是呢 現在真的跌穿了12年 不,跌穿了13年 真是比74年 那74年有什麼那麼壞呢 照計 我還沒大呀 那時候 你們有沒有人大 我記得74年好像說 好像怕打仗而已 除了石油禁運之外 都怕 嘩 一會兒是世界大戰 又是共產黨 又不是共產黨 又這樣那樣 你不知道的 那時候可能會怕 現在的 現在你講來講來都是講錢 那錢呢 蕭先生教我 他說 沒有錢就引咯 引咯 引咯 夠為止咯 不過民主社會 引錢呢 很多人覺得不行 所以爭 中國就不會的 中國就引咯 引飽咯 他經常怕人 他怕引得太多 因為他隨時停就難停 他要開機引就容易 他一個人作主的 美國人又不是 他就求引 就不是求停 他停 他反而 我 Bernard Key經常說 停我一定會怎樣 我一定會有信心 Eflation一定會控制到的 那 嚇死你了 Eflation來的時候 他不是這樣 會加到你睡街 一定會投降 一定不買東西 一定會害怕 但是Eflation 他怕他開不了機 因為政治有問題 你看到每一次的 Signless Package 或者每一次開機或引人子 都引來很大的爭議 這些就是他的政治 Democracy 本身有兩黨 那兩黨 會大家 會堅持自己的體制 堅持自己的信念 否則 第二次是沒有人要的 他無法只有存在價值 所以 他這次的Risk 就是Eflationary Risk 但我覺得 說到尾 大家首先要想一下 究竟 這次是壞什麼 那也是壞樓 壞樓我們試過 大大王我們都試過 應該拿我們自己來看別人 首先 以我們來看 當年如果董建華 不是繼續供應樓 首先我們沒有了 Monetory Policy 我們不可以減息 因為我們有一個PAC 如果我們可以減息 可能嚴重性較低 又不要再弄些什麼 八萬年 立刻停 立刻調回收 這個例子我們在1984年見到 1984年又是樓爆 英國政府和中國政府 立刻讀五十公里 不是今年沒有樓 是未來十八年都沒有樓 一直到1998年 1997年 都是只有五十公里 那你當時 咦 沒什麼樓 除非你沒有人 沒有人生人 沒有兒子生 如果不是 計算錯 沒什麼樓 我本來是用地產 所以我記得這些 八四年是一個很好的例子 它是停的 怎樣停 它是怎樣殺停你 你衰到這樣 怕得人心惶惶 因為你扭貴到不得了 一樣 那些人炒 八五年 很棒 那個 都可以停 到1998年 我們不懂得停 首先沒有利息 沒有了monetary policy 控制不到利息 現在美國是怎樣 第一 它不需要控制那個供應 自由市場自然會接濟公益 理論上 沒有理由輸都會起 那它就是要解決三個問題 就是一個人有幾間樓 我們香港見過 一個人有幾間樓 它不會再有那些PSPS隊 出來跟你私訪競爭 利息 利息它控制到零了 除非負息 否則都沒有低的 正關下來就是 正關下來就是 沒有了 其實都基本上是這樣 正關下來就是 你要消化了 一個人有幾間樓 現在頂不住那些樓 新樓就應該很少了 再加上地產商倒閉 可能地產商倒閉 建了樓不行 要估出來 這樣 是要消化這些 那不用消化那二萬九間 三萬幾間的PSPS 先 不會這麼陰 另外一個觀點就是 商業樓 現在美國還沒有說 商業樓是怎樣的 商業樓九八年 在香港很大件事 美國 好像 他們說很大件事 又不聽得到 真是很大件事的東西走出來 可能這個商業樓 要留意一下 如果商業樓都失敗 還有可能 就 衰多些的 可能 我想 但是 最大件事的 我以為都不是樓跌 樓跌呢 美國也好 香港也好 全世界也好 都學會怎樣負責 對樓跌 因為他們有很多現疏 有很多機制 去保障樓跌的基礎 這次我覺得最壞的 就是 他做了樓岸之後 每個人都買樓岸的保障 那些樓岸保障在銀行上 令到那些銀行可以再借 多些 再做多些生意 再流轉多些 那些就叫做derivitive 就是他現在的 那些叫做 樓岸的 好像樓岸保險 那些 但這些樓岸保險 它是變成一張option 來的 其實說到尾 全部都是option 只不過是穿過一件衣服 就是你穿一件雨衣 一定穿一件 胸圍而已 總之是option來的 接著 他就經常 通常好像棋子一樣 那些人 好像Sillybank 諸如此類 因為他沒有直接 那麼大的網絡 他就去買 其實他是沽p 他沽p給其他 有直接按揭 那些小的按揭公司 因為那些做了按揭 他半錢低 他就跟他買p 但是通常沽p 你是收premium 買p 那個給premium 他這支不是的 他引你 他說你沽p給我 我沒有錢給premium 我分期付款 但是這樣 如果樓起 我多分一些給你 如果樓下跌 你又少一點 你不要去死 你拿premium回來 你會有個數目 像這位先生所說的 我跌那麼多跌 我就斷了 我就馬上等著我 那個pult 理論上都會等到的 他不是 他跌的時候 他會縮的 如果這一刻 忘記了他 就縮的比例 你都不知道 現在是否等 你不知道 他不縮 你馬上輸回頭 他就說 每個人都坐在那裡 看得很好 理論上 這些都是靈和的 剛才跟他爭論 那些人在上面 在樓案的基礎之上 做了很多現縮 結果應該是靈和的 是不是 我真的不知道 為什麼不知道呢 因為他這堆的 derivative 不是一個open exchange 不是說是一個 股票交易所 交易之後 大家有數 可以對的 不是 他幾百間銀行 自己 我和你口說 就是賭 有很多賭盤 那你誰知道